读两节的圣经 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保罗在这里说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第二节圣经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主在这里说 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就读到这里 明天是国庆日 在这里预先祝贺大家 国庆日非常非常快乐 Amen Hallelujah 你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 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来感谢神 神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 享受神一切的恩典 而且能够自由地在这里敬拜 广传福音到万民 但另一方面 我想我们也看见美国 已经渐渐远离了基督教的信仰 无论是在道德观 价值观 偏离了圣经的原则 以至于现在我们看见整个社会 秩序 我们的生活环境 常常落入在一种混乱跟恐慌当中 的确今天我们真的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刻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面对这样一种危机的时刻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 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 在地上一定能够过一个安舒的日子 所以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 刚才读的圣经里面 主很清楚说 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 换句话说 我们不需要惊讶这些事情在发生 事实上主很清楚讲到说 我们在地上会遇到一切的难处跟危机 但虽然如此 主应许我们说 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 哈利路亚 第二年今天我们就看见我们所信的神 不但是坐在宝座上掌权的神 而且他也是得胜世界的神 阿们 那也许你会说 牧师呢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你 大有关系 因为今天只要你是属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面 你就是得胜的 阿们 你就是在得胜者的行列当中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节里面 才讲到保罗说 神要常常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什么是夸胜 夸胜在原文里面 就是这个在得胜者的游行的行列当中的意思 这就好像前一阵种warrior 篮球队得到这个NBA的champion的冠军 回到旧金山有一个胜利大游行 我在电视上看 哇 人山人海欢喜庆祝 虽然不是我们自己上场打 但是他们却代表我们打赢了这个战争 所以我们能够分享他们得胜的喜乐跟光荣 同样的 今天在基督里面 你我就是个得胜者 阿们 跟你们说你就是个得胜者 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世界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也可以天天向我们的环境来夸胜 阿们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 神常常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胜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每天的环境当中 常常夸胜呢 今天早上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 要靠着主的宝血来夸胜 跟你们要靠着主的宝血来夸胜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 这讲的弟兄胜过他 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圣灭 再次很清楚讲到 主耶稣的宝血 是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一个关键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 忧虑 恐惧 怨恨 嫉妒 纷争当中 甚至当你看见天灾人祸的时候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恶 瑕疵所带来的结果 认识今天无论你我怎么来看罪这个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力量 叫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善 我们做不到 但我们不想做的恶 我们偏偏去做 不是吗 我这里所讲到恶 倒不见了什么大坏事 很多时候只是在生活上的小事情 甚至在生活上不好的习惯而已 就像发脾气一样 我们明明知道不好 既得罪人又伤胃不是吗 可是脾气一来就怎么样 山洪爆发了 不可收拾 脾气发完之后又很懊悔 刚才怎么回事情 下次再也不这样 无缘无故发脾气 可是下次又有下次 一次又一次 好像我们永远胜不过 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 我告诉你 不只是发脾气这件事情而已 如果我们肯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的事情一直瑕疵着我们 到现在 我们都无法胜过 有的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习惯 长期在束缚 有的时候是我们心中的怒气 特别在疫情期间 很多时候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束缚 在我们心中 我当时说好像充满一种无名的怒火 有时候是过去拜偶像那种黑暗的权势 有时候是因为过去 曾经受过的伤害在我们生命当中 多少时候我们看见 过去的伤害 到如今都常常挟制我们的心灵 叫我们无法得到自由 这为什么耶稣基督 必须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完成救恩的原因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断开一些黑暗的权势 Amen 约翰耶稣第一章第九节 非常宝贵的经我们一同来念 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主的宝血能够赦免除去我们的罪 你要知道 主的宝血的赦免 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那种 纯党式的赦免 这就好像很多夫妻吵架完之后的和好 我都常常叫那种和好 叫纯党式的和好 就是这次饶了你 下次给我记住 都在档案里面 都在档案 下次给我记得 那圣经上所说的 主宝血的赦免 不是这种纯党式的赦免 而是涂抹式的赦免 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 何等保一同来念这个经文 来 又涂抹了在律力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自据 把他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 哈利路亚 换句话说 当你我承认我们的罪跟软弱的时候 主就要完全赦免我们了 这里说是涂抹 插去了 涂抹去了 所有一切的 对我们的控告 一切攻击我们的自据 都要除掉 哈利路亚 你可以想象 当我们在神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之后 当魔鬼要来到神的面前 来控告我们的时候 神会怎么对魔鬼说吗 神会对魔鬼说 什么罪啊 在我这里只有白纸一张 哈利路亚 一切的罪都撤去了 阿们 这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可以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 胜过一切环境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 你可知道 你能够在神面坦然无惧 是何等得自由的事情吗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你可以不必再 被你过去的罪恶感 羞愧感 所捆绑 你可以不再被仇敌的控告 所困扰 当魔鬼撒旦再一次来攻击你 来控告你的时候 你可以抓住神的应许 站在主保守的根基上 对魔鬼撒旦说 魔鬼你退去吧 魔鬼就必须要退去 必须要离开你 阿们 主的保守让我们胜过 一切仇敌撒旦的捆绑性瑕疵 待会我们要领圣餐 在领圣餐之前 我们是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跟罪 你要真的抓住神的应许 无论仇敌在你生命当中 任何的黑暗权势 罪恶的捆锁 你要在神面前抓住应许 你承认 你承认你的罪 你承认你的软弱的时候 主在这里应许 我们说 祂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哈利路亚 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 主的保守 能够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 Amen 第一个 靠着主的保守 你可以坦然无惧的 第二 靠着主的名来夸胜 跟你们要靠着主的名来夸胜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这里说 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 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名字是代表了权柄的 这里讲到主的名字是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权柄 不是降伏在耶稣的名字之下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甚至也讲到说 连这个世地上 在地上一切的政权 也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来 高举主的名字 太重要了 你说我们怎么高举主的名字法 就是要借着敬拜 借着宣告 因为什么时候 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 你是欢迎主的宝座 能够在我们中间设立 当神的宝座设立的时候 神的主权就能够自由地运行 要透过敬拜赞美宣告 耶稣是主 Amen 你知道这是魔鬼撒旦 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 魔鬼撒旦最喜欢告诉我们说 这些事啊 耶稣是主啊 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不要张扬 不要去宣告了 这就好像中国那种 祖传秘方的事情就是这样 祖传秘方就叫你 不要讲 不要传 自己用就好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 祖传秘方就什么用都没有 都没用了 那么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每一个层面当中 我们要宣告 宣告耶稣是主 宣告神掌权 愿神的国降临 愿神的旨意成就 Amen 你说牧师我们这样的宣告 有用吗 我们在魔鬼撒旦 这种黑暗权势的前面 不是像个娃娃兵一样吗 这种又喊又唱又宣告 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很喜欢一节经文 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 非常宝贵 一同来念 诗篇第八篇第二节 来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 哇 太棒了 请问谁是婴孩和吃奶的 就是我们 我们手无抓紧之力 婴孩和吃奶就是我们 但是虽然我们这么软弱 但神说 我要做一件事情 叫仇敌都稀奇 就是在仇敌看为最软弱 像婴孩和吃奶最软弱 要从他们的口中 太重要了 特别讲从他们的口中 从口中发出来什么 就是敬拜 就是我们的宣告 神说他就要从仇敌看为最软弱的 这些婴孩跟吃奶的口中 所发出来的敬拜跟宣告 要除灭仇敌一切的作为 Hallelujah 换句话说 当我们虽然是十分的软弱 但什么时候 我们开口来高举主的名的时候 靠起来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 神就要亲自为我们来征战 要除灭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 Amen 我最记得万国诸家步道团的 同工们做见证 有一次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上的 中间一个山区的乡村来传福音 当他们哀家哀户在那里 发丹章的时候 这些村民看到他们 都不愿意接受丹章 就关起门来 所以最后他们没有办法 只好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回到他们住的地方 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赞美 整个晚上敬拜赞美 宣告耶稣是主 宣告耶稣是这个村落的主 耶稣是每一个村民的主 结果清晨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敲他们的门 打开门一看 所有这个村庄的村民 已经排成一排 站在他们的门口 怎么回事呢 这些村民一个一个 要对他们说 请问你 我们要怎么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想 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 昨天还关起门来 今天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呢 这些村民说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 换句话 就是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们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 昨天晚上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耶稣向我们显现了 耶稣对我们说 只有祂是救主 要我们来到你这个地方 来告诉我们怎么接受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弟兄姐 当我们今天敬拜赞美高举主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胜一切仇敌的锁链 能够得胜一切的环境 Amen 所以弟兄姐今天当你在面对生活各样的困境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想尽自己的办法 用自己的方式想来解决 你要先来敬拜神 先要宣告耶稣是主 不但为你的生命做宣告 为你的家庭做宣告 为你的职场做宣告 耶稣是主 特别是在国庆期间 也让我们来宣告 为美国来祝福祷告 宣告耶稣是主 愿神兴起使祂的仇敌是善 愿神的国降临 神的旨意成全在这里 Amen 什么时候当你来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 主的灵就要将你的眼目 从你的环境上转移到主身上 从你的环境上转移到主的工作上 你就能够看见神正在为你生战 神正在为你开路 Amen 第三 你要靠着主的话语来夸胜 跟你们要靠着主的话语来夸胜 以弗所说第六章十七节 这里是讲到 保罗讲到全副军装的经文 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来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以弗所说第六章 保罗讲到属灵的军装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属灵的军装很有意思 你发现保罗讲的每一个军装 其实主要都是讲到防卫性 对不对 头盔 保卫头 护心镜 遮胸 藤牌 挡火箭 只有一件事情是攻击性的武器 只有在这讲到神的话 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 所有其他的都是防卫性 只有神的话是攻击性 是个宝剑 是攻击仇敌的兵器 为什么说神的话是攻击性的 因为我告诉你 神是信使的 神的话一出 绝不突然返回 神一定要亲自成全 祂自己所说的话 所以无论人感觉多么不可能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因为神所应许的 祂自己必定要成就 无论仇敌多么大的拦阻攻击 都不能够阻挡神的话语的成就 Amen 所以为什么神的话是攻击性 因为神话一出一定成就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 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 多少次神在圣经里面预言 以色列百姓要重新回到神所应许 他们的土地 在1948年以前 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 没有人相信一个亡国两千年的国家 能够重新复国 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一出 绝不突然返回 神的话语必定要成就神所应许 结果果然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了 哈利路亚 第二点今天 我们若是想在生活当中 经历神的得胜 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信靠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是至圣的武器 Amen 跟人们说神的话是至圣的武器 你知道我常常听到有人说 牧师我听不见神的声音 可能你也这样说过 我大概听不见神的声音 但只有牧师们听见神 我怎么听不见神的声音 那我其实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 问题从来不是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其实你是常常听见神的声音的 有时候神是借着讲道来向你说话 有时候借着查经来向你说话 有时候神借的是弟兄姐妹的分享来跟你说话 甚至中年以上的弟兄姐妹 神常常见你的身体向你说话 有没有啊 你的血糖 血脂 血压 三高了 发出警告了 不要再虚度人生 好好为主而活 跟你们说好好为主而活 但问题是你听见了神的声音 你却不见得选择跟随 不见得选择信靠神的话语 让我再说 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你听不见神的声音 真正的问题是你听见了 却没有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 这好像当年 以色列人要进入神所应许之地 迦南美帝之前 你还记得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去窥探纳地 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纳地 回来就两种报告 第一种报告说 哇 那人像巨人 我们在他面前像诈梦 我常说这比喻有点形容过分 怎么可能吗 那么像巨人 我们像诈梦 这么形容过分 但他们就这样报告 那人像巨人 我们像诈梦 另外一种报告 是约瑟尔跟迦南的报告 No 这是神所应许之地 我们必然能够上去得地为业 两种报告 请问你要信靠 你要相信哪一种报告 其实以色列人都听见 他们不能说没有听见神的声音 听见 只是他们没有选择去信靠神的话语 他们选择信靠那个世界而来 从仇敌而来的谎言 结果他们不肯进入迦南美地 结果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嘿 你可知道 以色列人是不需要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吗 你可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需要走过那多少年来的旷野路吗 如果我们肯信靠神的话语 不但听神的声音 而且信靠神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得胜的应许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样充满动荡不安的时刻 如果你想经历神的得胜 我告诉你 一定要选择信靠神的话语 因为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 神的话语必定成就的 你们 最后第四 你要靠着主的圣灵来夸圣 跟你们说 靠着主的圣灵来夸圣 弟兄姐姐 今天主的圣灵 不但是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在的神 圣灵更是一位赐给我们能力的神 属于第一章第八节讲到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讲得很清楚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一定要给我们能力 什么样的能力呢 首先那是一种改变生命的能力 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 你会发现其中最大的神迹 倒不在于医病赶鬼 最大的神迹是看见人生命的改变 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 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 彼得跟其他的使徒就站立起来 高深向当时的以色列人传福音 说老实话 在当时彼得是最不应该站立起来的 不是吗 他才不久前三次不认主 从人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安静下来 坐在那里乖乖地坐着就好了 但是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彼得站立起来高声说 你们要听我的传讲 结果他一开口 那天就三千人归向耶稣基督 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 他们被官府抓起来 而且恐吓他们说 不准再传讲耶稣的名 如果从前的彼得 早就躲藏起来算了 可是现在的彼得不同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二十节 我们看见怎么说呢 这里说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凉吧 我们所看见 我们所听见 不能不说 哇 你看见何等不同的彼得 何等不同的改变 圣灵降临下来 不但是改变了彼得的生命 圣灵降临下来 也改变了每一个 听到彼得所传讲信息的人的生命 所以那一天你看见 彼得传讲福音三千人信主 那三千个人生命也都被改变 为什么 因为你看见后来 整个耶路撒冷城 因了这些信主的人 被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 弟兄姐姐今天我们真的看见 今天我们若想翻转我们的城市 若想带来影响力 转化世代的影响力 我告诉你 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其次圣灵也是带给我们 胜过环境的能力 特别是当我们今天 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圣灵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帮助者 不是吗 还记得耶稣说 我要求父 差给你们一个helper 一个帮助者 圣灵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圣灵来帮助我们 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多少时候我们眼目 常常只看见我们的环境 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环境的时候 很容易心灰意能 很容易心里很惊恐 但圣灵来还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 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 什么时候神打开了 让我们看见神 看见神的作为 我告诉我们的信心 就从我们里面生起来 就有信心了 有信心向前走 就不再惧怕 因为看见神的同在 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Hallelujah 圣灵不但打开我们的眼睛 圣灵也给我们勇气 去踏出信心的行动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 当如何行都知道 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都知道 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跟随 没有勇气向前走 但圣灵一来 就给我们无比的勇气 赐给我们智慧跟力量 来得胜一切的环境 就好像初代教会的门徒 初代教会的门徒 其实都知道神的心意都知道了 明白了 但是事实上他们很彷徨 领受的大使命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事实上是后来等到圣灵降临下来 圣灵降临下来 他们才得着能力 一种翻转的能力 才开始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主的见证 Amen Hallelujah 我们今天需要依靠圣灵的大人 圣经讲得清楚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而是依靠什么 神的灵方能成事 Hallelujah 听众姐 你要知道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就是个得胜者 Amen 我再说 在基督里面 你就是个得胜者 无论你看你自己 是多么地软弱 不要忘记在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我们一同来念一遍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换说今天如果你觉得你很软弱 那我告诉你 你是最有资格来经历神的得胜的 因为神的能力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每当我们夸自己软弱 换句话说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能够复辟在我们身上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是靠自己 是在基督里面 靠着他来夸胜 你们 靠着他的宝血来夸胜 你就胜过一切罪恶的权势 靠着他的名字来夸胜 你就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 靠着他的话语来夸胜 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信誓 靠着他的圣灵来夸胜 你就经历他的大能 Amen 靠着主 我们必然能够得胜世界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献上感谢与赞美 你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软弱不配 但主你却愿意这样怜悯恩待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说你的能力 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 谢谢主 主耶稣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承担一切的罪 以及罪的刑罚 你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得胜了 一切罪恶的捆受 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可以夸胜了 是的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不是依靠自己 靠着你的宝血来夸胜 靠着你的名字来夸胜 靠着你的话语来夸胜 靠着圣灵来夸胜 让我们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能够得胜仇敌 而且得胜忧郁 感谢祷告 要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 圣餐是教会的胜利 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 我们请你暂时的观理 如果你受过洗 我们欢迎你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 主的宝血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 在我们还没有领圣餐以前 需要安静我们自己 省察我们自己 我想今天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花一点时间 安静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承认是很重要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承认我们的软弱 神应许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予 今天无论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任何罪恶黑暗权势 一些过去的一些伤害的捆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甚至不好的习惯 我们这样来到神面前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我们的软弱 也让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承认 我们的软弱 或者再次说承认我们的罪太重要 就当你承认你的罪的时候 神能够涂抹你一切的过分 让你重新能够在神面前 坦然无举 好不好我们就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面前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求神来光照 求神的宝血来涂抹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让我们求你来带你 我们社会我们的最社会的过分 主要约的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 给我们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欧耶稣 祝我们在美国 给我们在我们的路上感到 死的中 祝我们在美丽 谢谢耶稣 给我们带领我们的灵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 因为当我们在软弱过分当中的时候 是你先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 流血舍身 愿着宝血洗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分 我们就在里面承认我们一切的软弱 承认我们一切的亏欠 承认我们的罪恶 我要求你自己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分 再次将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 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重新坦然无惧 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谢谢你 愿你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 亲自来帮助我们 亲自来洁净我们 谢谢主将其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请你在这儿预备一下你的圣餐 这是disposable的 两层 第一层是塑胶膜打开里面是饼 第二层是席子打开里面是杯 预备好一下 如果你旁边有老人家 也帮助他一下 因为不是很容易打开 在网路上的弟兄姐妹 也请你在这儿预备一下这个圣餐的饼跟杯 如果你是在家里一个人 那你可以待会儿 当我做跟说的时候 跟我一起说 跟我一起做 如果你在旁边有家人或弟兄姐妹在一起 也请你们这个时候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 待会儿在我说跟做的时候 跟我一起说 跟我一起说 之后能够把圣餐分给其他的弟兄姐妹 当主耶说被卖那一叶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照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我学所里的新约 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好不好 这次我们凭信心 一同来领受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 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也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罪的时候 主啊 你按你所应许 涂抹我们一切的过分 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 站立在你的面前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得圣明宣告 一切的旧事 罪恶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能够经历祝你新鲜的恩高 新鲜的带领 谢谢主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 要你让我们举起我们肉手 我们特别为上约带倒四项来带倒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感谢再美你 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 而且你纪念你儿女在你面前 每一个祈求 为上约你成就的事情现场感谢 为了胆囊拆除手术顺利 感谢你 为车祸中得蒙保守 感谢你 为了中风得到康复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 我们也将在我们中间 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交在主你手中 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 为了我们中间有脑瘤的复发开刀手术 为了呼吸的问题 睡眠的困难 心脏的疾病 寻麻疹 红斑性狼仓 肺癌的晚期 二度中风 语言能力的恢复 膝盖疼痛 右眼的黄斑 前膜去除手术 脑瘤开刀化疗 带状包疹 卵巢癌 新冠病毒 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 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身上 要叫你所受的鞭伤 叫他们都得到医治 我们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有各样需求的弟兄姐妹 带到你面前来 为了希望家人亲友信主的 求主带领 让他们早日归主 为了在我们中间 希望家人关系 夫妻关系 人际关系 恢复的 求主亲自的带领 也为在我们中间找工作 申请移民 申请大学 绿卡 申请公民的 求主为他们开路 也为在我们中间希望能够戒酒 戒掉电子烟的毒品 我们奉耶稣得生命 断开这种饮 主叫他们得到释放跟自由 求主亲自怜悯来帮助 主我们再次把这些需要带到你面前 因为主的名字 就耶和华一乐在耶和华身上 在耶和华日到的必有预备 我们求主的灵 亲自帮助带领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生的名祈求 阿们 现场的订阅你们可以把圣餐杯 放在那个塑胶套的里面 在出去的时候放在外面的垃圾箱里面 让我们都起立 唱这种回应诗歌 祝你能离合起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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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能离合起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在你却没有任何限制 在你却没有反正的事 而当我感到软弱无足 你能离线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力 我想你全心其好 你生气如此真实 祝你能离线其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反正的事 而当我感到软弱无足 你能离线的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但是依靠你的力 我向你全心其好 我向你全心其好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但是依靠势力 我向你全心其好 我向你全心其好 你生气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还是依靠势力 还是依靠你的力 我向你全心其好 但是依靠势力 你生气如此真实 是在你承认你软弱 身体上遇到怎么样的疾病 你都要来到神里面 凭信心来仰望神 凭信心来依靠神 不再依靠势力 不再依靠势力 不再依靠才能 是依靠主的能力 依靠了主的能力 圣灵的大能要涌流在你生命当中 阿们 在这个时刻 同生开口来祷告 同生开口来祷告 同生开口向主来呼求 大声开口向主来祷告 阿里路亚 在你承认软弱的地方 神的能力来复辟你 阿里路亚 我们赞美我们的主 赞美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愿着圣灵大大浇灌 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你要断开一切黑暗的权势 断开一切仇敌的攻击 阿里路亚 愿着圣灵来充满勇 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阿里路亚 我们赞美 愿着圣灵大大的浇灌 大大的浇灌 阿里路亚 在这个时刻 若是在我们的身体上 有任何的软弱病痛 我邀请你 按守在你自己的身上 有病痛的地方 我特别要为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耶稣是医治的救助 这医治的恩膏 就在今天早上 降临在你身上 按守在你身上 有病痛的地方 特别为你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因为耶稣 你是我们医治的救助 因你的边上 要叫我们得着医治 我求你的事情 应该按守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在我们病痛上 我们奉耶稣得生命 赤这一切的疾病 断开一切疾病的捆索 赤这一切的病痛 愿得圣灵亲自涌流 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器官 我们奉主得生命 要宣布恢复到正常的功能 除去一切的疼痛 哈利路要愿的圣灵亲自将 耶稣依止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 断开仇敌撒旦 一切的捆索 今天早上让我们得到自由 得到释放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奉耶稣得生的名 阿们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灵 哈利路要 哈利路要 祝福 谢谢我们的主 当我感到软弱无阻 你能离现得完全 我要全心地相信 你神既如此真实 你是自己 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力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生既如此真实 再一次来宣告 当我感到乱无足 你能立先地完全 我要全心地相信 你生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 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力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生既如此真实 我向你全心祈祷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生既如此真实 哈利路亚 叫人要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谢谢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如果在我们中间 或在网路上 有弟兄弟 有朋友你还没有接受 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 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耶稣就是你得胜的救主 在你的软弱上 甚至能力能够显得完全 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 可以祷告 接受他进入你生命当中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下面的祷告 欢迎耶稣进入你生命 好吗 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得胜的救主 我今天愿意回转归向你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也做我生命的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 一生侍奉你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 恭喜你 如果做刚才那样祷告 你就神的儿女了 在县长弟兄姐妹 请你散会之后 在我们服务台里面 到那边就跟我们弟兄姐妹说 我刚才接受耶稣个人救主 登记一下 让我们很快能够帮助你 能够在基督的真理上 能够继续扎根 网路上的朋友也是一样 如果接受耶稣个人救主 请你在我们的决志卡上 稍微登记一下 在线上的决志卡 登记一下 我们很快弟兄姐妹 会跟你联络 今天晚上我们也有 启程的福音聚会 在线上举行 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上线 能够参加这个课程 是对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 更清楚的认识 阿们 在现场弟兄姐妹 在祝福之后呢 我们会为 在我们中间有软弱 甚至上有病痛 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请祷告团队 弟兄姐妹先到台前来 好不好 在我祝福之后 我会邀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台前来 能够领受这个医治的祷告 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 现场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因为在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常常 天天向仇敌来夸胜的 愿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承认我们软弱的地方 愿你的能力完全地彰显 谢谢主 谢谢大家 主耶稣这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将人要给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也邀请在我们中间 身体之上有病痛有软弱 如果你们现在到台前来 我们祷告团队要为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神的医治 今天会降临在你身上 约上帝祝福你们